Hi, this is Coach Ruby Welcome to Art Empowerment Academy Please come connect 好哦,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视线已经在这个 算是Postcard 小小的一张水彩纸上 已经先画了淡淡的圆形 然后我就选了几种不同的绿色 把那个叶子的形状先勾勒出来 那我另外有做了一张颜色表 就是把我想要用的几个颜色先画出来 然后后来在当中再做比较细的筛选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留言给我 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究竟是哪几个颜色 那绿色的叶子画好了之后呢 我就开始用淡淡的灰色 上这个有点像花的这样的形状 这个画的那个灵感也是来自于另外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哦 然后我也用再深一点点的那个深灰黑色 在角落点缀一下 让它比较立体一些 我发现我每一次在看别的艺术家作品的时候 都会获得灵感 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的想要模仿他们的作品 后来做出来的都会是我自己的风格 所以也只能说就是我没有办法模仿别人 但是感谢那些艺术家 无私的分享他们的作品 让我可以不断的有灵感 然后呢今天我是在先把叶子还有花的那个底 画好了之后才来画这个圆圈圈的那个 算是 嗯 这叫什么金吗 或是这个梗的部分 然后再加上 嗯 棕色的小树枝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那个 那个绿色啊 它会 很像流血一样 蔓延 bleed 英文叫bleed 进去那个既有的树叶当中 所以 可能我下一次会改成先画那个中间的那个金 然后等它干了之后我再上 外面的叶子跟花 不过也是一个蛮好的尝试 那接下来呢 我就选了 我很喜欢的一种桃红色 然后我就想说 画一些浆果在旁边 先把叶子打好底 然后画的那个底画好了 放上树枝 之后呢 我就画了这些浆果在旁边 那你可以看得到 一颗浆果是 饱满的颜色 然后另外一颗浆果 我其实就是用淡淡的水 去 嗯 画在旁边 然后让它的那个颜色 可以从比较深的那一颗浆果 慢慢的蔓延 bleed到 这个浅色的浆果 创造出一种 就是这种好像漸层的感觉 嗯 这个是完成后的版本 如果你有兴趣知道 怎么做到最后面一步 欢迎留言给我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会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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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